大家好 前期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如何处理沙漠玫瑰 这期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何给沙漠玫瑰配土 如何增加上盘 首先用的是大部分的田园土 这个田园土就是普通的一些菜园里面的土壤 以后加入大概20%的蜂窝梅渣 这个蜂窝梅渣起到透水透气的作用 还可以增强土壤的碱性 因为沙漠玫瑰它是喜欢偏碱性土壤的植物 所以我们要给它调节一下双碱度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给它加入10%的木炭 木炭它不单甲原素含量丰富 而且它也是属于一种偏碱性的 对于沙漠玫瑰生长来说非常有帮助 增加土壤的透水性透气性 同时又增加它的甲原素 那么还有就是加入这种控制培 这种控制培是甲原素含量偏高的 如果大家要给沙漠玫瑰加入控制培的话 尽量选一些甲原素偏高的 我们只要在土壤加入适量的控制培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配土甲原素丰富 透水又透气 还有我们给沙漠玫瑰选盆 不要给它选的太大 大家看到没有 我选的这个盆不是太大 也不是很小 像我这颗沙漠玫瑰基本是适合使用了 最好这个根茎这里离盆边有3-5厘米宽就可以了 如果盆太大的话呢 它的根系会生长的比较多 那么它这个主干就会变少 因为根消耗的养分太多 还有上盆之前 在盆的底部加上透水层 我这里加的是陶粒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 比如说碎瓦片或者是砖粒也可以 所以我们给沙漠玫瑰配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它跟其他花卉要求不一样 我们不能给它栽的太深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栽到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栽好之后 如果我们的土壤是潮湿的 就不需要给它浇定根水 再等上四五天再给它浇定根水 如果我们用的土壤是干燥的 那么我们就给它浇透定根水 以后把它放到阴凉一年的地方 给它缓上一个星期的苗 就可以正常养护了 好了 这就是给沙漠玫瑰换盆最基本的几个要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